杭州国际花园小区在天母山路上 吴大博是小区业委会副主任 他说小区交付20多年了 有两幢办公楼和两幢公寓楼 一共400多户 去年年底 他们接到了小区要进行供水改造的通知 这区通知我有二水供水 有这个情况 所以让我们选地址 水箱在哪当时我也不知道 走着就发现里面全是房子 各层房子的 房子里面都有人住的 长海房间在里面看 现在怎么拆掉了呢 现在现在这拍厕所 不允许地下住人 吴大博说 水箱在小区付二层这个水泵的后面 但水箱的检修口在付一层 按照图纸上的标注 这里是一个仓库 但之前他们来检查的时候 发现这里已经被租给了个人居住 水箱口边上两米左右 还造了个厕所 这就是水箱 这我上我用水 那这边也是厕所 这边它现场还有厕所在这里 水箱用一块铁板做盖子 秀极斑斑也没有上锁 可以很轻松地掀起来 吴大博说 这样的水箱检修口一共有三个 分别在三个房间里 而且这些房间都是属于私人所有 我们认为这个是我们三伙拍拖用房 这一天应该全是管道 结果他拿出房权 就是他自己的 这一块我们都要改造的 因为我们第二次供水 只能放这个地方 离水箱近呀 不同意 他说他的室友的财产 业主们都很纳闷 开发商怎么会把水箱的检修口 设置在私人所有的区域里呢 吴大博介绍 这片区域的所有者是一位傅先生 据他了解 此人是开发商法人代表的女婿 对方的房产证在物业备过案 业委会也去房管局核实过 房产证真是有效 国际花园小区的开发商 是杭州庞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相关数据显示 这家公司早在2002年就被吊销了营业局长 合同上留的电话 打过去也是空号 不过物业提供了那位傅先生的电话 记者联系上了对方 这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的 那个当时的负责人是您的岳父是吗 是的 我以前认过这个物业公司的法人的 就是管理这个国际花园的 物业公司的法人是吧 对 你们物业公司就属于这个公司旗下的 还是怎么的 应该是这个旗下的 傅先生说 这片仓库区域跟车位一样 有产权可以购买 当时他买下为了投资 因为原来这块最早的时候 他们在做一些个 就是一个快餐形式的 他们在那烧完以后 把快餐放在这里 因为当时我看看 应该投资差不多 实际上我是很失败 这个投资 这个房价可以当时买楼上的 住宅是完全买一套 傅先生表示 做仓库使用 这里很难出租 所以几年前 他把这里隔成了几个房间 但租出去没多久就被叫停了 他还为此亏了20多万 那当时租这个房子的时候 这个厕所是您建的吗 对 那这个厕所会影响到 他们的供水的水箱吗 是这样的 建的时候都是物业公司 帮我们建的 说句不好听 帮我拉线也好 这不也好 物业公司帮我们弄打 你说内生间 它不影响这个水源 那应该是 水箱都是 这块一定是防水的 它是做的 建造的时候 一定是非常合格的 水箱它是在富二楼 只是这个富一楼 有个盖子在那上面 那么我们把这个盖子 这一块 我都流出来通道了 我也莫名其妙的 我的产品 我给他们流出来一块 相安无事 如果之后的 你需要改造 让我配合的 跟我讲一下 没有问题 但业委会方面认为 小区业主共有的水箱 检修口开在私人区域 终归是不合理的 目前 他们已经把问题 反映给了防管部门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